大家呢经常关注房产 那最近呢房产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新消息 据这个财联社报道呢 经多个信员了解到 像福州啊厦门啊成都啊沈阳啊等多个城市 于近期呢要调整优化限购的政策 降低了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下限 如果呢这些限购呢都取消了以后 当地的这个首套房二套房最低的首付比例呢 可以降到百分之二十以及呢百分之三十 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之前买房子的话 如果你名下呢没有房子 那么我们首付呢就是百分之三十贷款百分之七十 但如果呢你名下有房子并且呢还有贷款的情况下 那你在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 可能首付呢是百分之五十甚至呢是百分之六十 而且呢这个贷款利率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那这就是呢以前购房的一个模式 以前的购房模式呢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刚需 所以呢在过去二十年房价呢一直在涨 大家呢也有需求 那么对于二套房呢就限制的比较死 因为当时的这个市场交易量是有的 所以呢整体的这个调控政策 就是在针对二套房以及呢多套房的家庭 那为什么现在要把二套房的首付降到百分之三十 和之前的这个一套房的首付一样呢 其实呢我们就应该知道之前呢是卖房市场 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房子 所以呢是这个房主决定价格或者说开发商来决定价格 但是现在呢楼市供大于求 所以呢房产市场进入了买方市场 那么这个时候呢房产的交易量下降 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房地产是拉动我们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 如果呢房地产不景气那经济呢就增速比较缓慢 所以呢各个城市在综合了自己的这个成交量以后呢 还是决定呢放开这个限购限售 把之前的二套房的一些束缚呢全部给松绑 那这样做的意义是否能够拉动今后老百姓买房的热情呢 其实呢单从降低首付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呢往市场上释放的刚性需求 以及改善性需求的这种群体呢并不多 可能大家呢还是会持笔观望 或者说呢很少有人购买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要分析具体的原因 原因就是呢从2016年提出了房住不炒以后 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房子不是用来炒的 可是有没有感觉到房价仍然处在高位 2016年房价呢迎来了大涨 因为有2017年到2018年的涨价去库存 当时呢在结合着这个拆迁货币化安置 大量的刚需进入到楼市 再加上当时的一二线城市限购三四线城市成了价格袜地 不管是开发商也好还是购房者也好 都涌入到了价格袜地的三四线城市 这也就导致了当时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急速的上升 那么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呢也跟着全部带动起来了 所以最终我们国家的这个房子均价啊 进入到了万元的时代 虽然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调控 你看从2020年给了开发商三道红线 给了银行两道红线 还有呢让这个炒房者无路可逃 但总归我们现在的房价仍然处在一个高位 东部沿海城市不管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 由于这个人口呢聚集的比较多产业比较发达 机会呢也比较多 所以呢它整体的房价并没有降 东部呢很多沿海的这个小城市 包括县城它的房价呢基本上都能达到一万多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降低首付 我们的总价并没有变 降低首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是增加了我们的负担 因为在总价不变的情况下 你贷的一月多你每个月还款的也越多 虽然说现在我们实行的是利率一直在降 但是也要想到一点现在讲的叫浮动利率 和之前我们贷款买房讲的固定利率不一样 过去的固定利率呢就比如说我们的房贷利率是4% 那么你在这30年当中不管如何这个贷款利率永远都是4% 但是现在呢浮动利率就不一样了 现在降到了4.2% 那以后有没有可能涨到5.2 6.2呢 这个很难说 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关键在于总价没变 老百姓的压力仍然存在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 看到了有限跌令 开发商呢为了自救 把自家的楼盘打折出售 来自两方面的阻力 一是呢当地的相关部门出台限跌令 给出的答案呢 就是说呢扰烂了当地的正常的房地产秩序 另外一方面的压力呢 来自之前购买房子的业主 我们知道呢这个建房子分为一期二期三期 对吧 你一期的时候卖的是一个一万块钱一平方 到了二期你打折只卖七千块钱一平方 那中间呢可能只相隔了一年的时间 一期的业主肯定不干了 因为同样的面积可能就面临损失好几十万 这么一个结局综合起来来讲呢 这个限跌令的出现让这个房价呢 也并没有下降多少 所以造成了如今有价无市的局面 大家呢还在观望 老百姓呢也失去了信心 怕现在呢虽然政策这么好 出手买了房子 那房价在不停的往下跌 那现在买房子不就是一个冤大头 不就是一个接盘侠吗 另外一个方面呢 虽然楼市现在的这个放开政策这么多 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呢就是老百姓的购买力 在年年降低 并且呢我们楼市真实的购买力 在慢慢的减少 为什么我们的需求在减少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呢我们老百姓有负债 三年的疫情 有多少人因此负债 有多少人失去了工作 有多少人收入减少 有多少人破产 这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总之大家能够感觉到的就是 在当今社会工作竞争压力大的情况下 生意不好做的情况下 大家的收入都在减少 而之前从2019年到2022年 这三年疫情 我们呢付了很多债 到现在放开了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经济需要恢复 老百姓挣钱也需要恢复 老百姓发展也需要恢复 再加上呢 在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 房价大涨 很多人害怕以后呢 买到高价的房子 于是在当时呢 大家把钱都投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 那一次的涨价去库存 确实让很多老百姓 提前入局买了房子 到现在也不过五六年的时间 想一想五六年的时间 你的本金才还了多少 虽然每个月都在还款 但是大部分都是银行的利息 那么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 再进入到楼市当中买房子 还有呢 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呢 目前我们的整体需求量饱和 过去二十年呢 我们确实是缺房子 但是现在呢 我们并不缺房子 所以呢 大家一方面观望 是因为本身有房子住 可买可不买 要买的话呢 也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在房价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才出手去买房子 另外一方面呢 有些人根本就不考虑房子 选择躺平 为什么呢 因为房子年年高价 虽然我们在讲房住不少 但是房价高位稳定了以后 因为房子关乎着名声 买了新房 最终呢 办了房子就变成了二手房 变成了二手房 也就变成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 一个资产 表面上呢 我们老百姓买一个房子 只买到了这个房子的总价 但是后面的成本呢 是很多很多的 包括银行的利息 包括呢 我们装修的钱 包括呢 通货膨胀 等等等等 那你想一想 这么多成本加起来 当我们真的想要去处理 自己的房子变现的时候 是否呢 要考虑当初的成本 那么当然 房子的价格呢 就不会跌 那么另外 没有买房子的人 或者想要改善的 觉得现在不是好时机 那现在就不入局买房子 这就造成了楼市的有价无市 所以呢 现在我们来看 虽然呢 各地已经出台了 很多降低首付的一些办法 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的刺激楼市 刺激的老百姓买房子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 在楼市的几个大问题 没有全部解决之前 可能老百姓买房的热情 并不会那么高涨 第一个难题呢 就是我们的开发商 负债问题 仍然存在 要警惕现在的房地产泡沫 为什么这么讲 之前我们有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爆雷了 负债了 那么今年又有实力相当的开发商 也出现了债务危机 那说明什么意思 说明头部的开发商撑不住了 那你想一想 还有很多的开发商 那撑不撑得住 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 在保交楼以及房屋质量 这些问题上 也要得到一个解决 近几年呢 房子造的太快了 并且拿地的速度也快 开发商呢 一味的追求利益 追求时间 追求速度 但是忽略了房子是用来住的 房屋的质量本身出了问题 很多人反映买了房子以后 地下车位 积水 墙皮脱落 然后呢 质量不过关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老百姓 买房子失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还有呢 就是楼市的金融风险 要控制住 年年增长的法拍房 说明了什么 说明之前的金融风险 无阶纸的放贷 带来了一些楼市的负面影响 这些问题 如果没有全面解决的话 那么你想一想 仅靠降低首付 降低利率 让老百姓去买房子 老百姓的热情会高吗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